民众出行经常会租车 在汽车保险方面需要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请看本期林大卫保险之库 租车出游呢 可以一路聊天 话家常 谈过去 并且浏览路上的山景 海景 所以是非常经济又实惠的出游活动 尤其是12月到2月这段时间 都是许多美国人大众 都是喜欢外出的 shopping的巅峰期 所以车祸频频 也会造成一些交通的堵塞 而假日期间呢 酒后驾车 也是经常发生的 在这里提醒民众 在出游租车的时候 尤其是你要去外州旅行 长途跋涉 常常呢 会有这个交换轮流开车的需要 民众务必要把其他的驾驶员 一起呢 注册并放入租车的合约里面 否则的话 万一出了车祸 理赔方面会产生非常大的困难的 当你在租车的时候 一般来说 自己私人汽车保险的保障 会自动延伸到 你租的租车所公司 所租赁的VAN上 可以不需要另外购买汽车 可以不需要另外购买 租车公司所提供的保险 但是自己的汽车保险 如果是只有责任险的话 那你可能就要在租车公司 加买一个这个所谓 全保的汽车保险了 否则出了车祸以外 否则出了车祸 私人汽车保险的责任险 虽然可以延伸到租车的车上 但是如果租的车 自己的车本身发生碰撞 损坏或遭到盗窃了 就完全没有保障了 所以出油之前 我在这里提醒大家 跟自己的保险经济联络一下 确保一下自己的保险 是不是有效 是不是有全保的保障 以及不要为了一些 减省一些保费 而选择汽车保险里面 最低额度的责任险 因为如果发生 比较重大碰撞事故 理赔不够的时候 可能会有日后抵押 要花房产来支付这种 赔偿的风险了